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句俗话说 好人不常受 祸害活千年 这话可以说是歪理 但是其中也有合理的成分 我们从小就被教育做人要善良 要安分守己 切莫主动地欺负他人 当我们长大接触到越来越多的人 就会发现 这个世界有很多人是蹬鼻子上脸的 他们会一面笑嘻嘻地对你说 你真是个好人 一边把所有不该是你承受的东西 丢给你 拜托你 勉强你 你一旦接受了 他们则会变本加厉 不是所有人都这样 但是绝不会少 所以 有人说 好人往往顾虑太多 法律 道德 行为规范 都要遵守 喜欢为他人着想 常常良心不安 思想压力大 对身体就不好 而坏人无所顾忌 为所欲为 心里不憋屈 身体可能就好 仅仅做个好人 其实是很危险的 也许这个世界 本就不存在绝对的好与坏 似乎一切都好像太极图一般 是由黑和白所组成 但是当一个人过于挤压黑的一面 过分渲染白的部分 想必 他的内心已经失衡 就已经不是作为一个真实的人 那样存在 因为他已经迷失了真实的自己 因此 了解人性 懂得人情事故 做个智慧的好人 很重要 绝不能做东郭先生似的烂好人 人间多是是非善恶 但我们又离不开人世间 怎样在人世间既能保留自己的本性 又能很好的为人处事 庄子给了我们很好的气势 在庄子看来 这个世界 获准乎地 扶心乎语 但是 他并不支持 逃避世界的做法 他意识到 人 是世间的人 庄子 让自己免受伤害 在安顿生命的前提下 进入这个世界 与这个世界 美好相处 一 不要过分善良 美好的东西 带来的未必是美好 那些坏的事情 带来的 未必是坏的结果 因为过犹不及 庄子之中说 以公观之 因其所有而有之 则万物莫不有 因其所无而无之 则万物莫不无 知东西之相反 而不可以相无 则公分定义 依照事物的功效来看 顺着事物所具有的一面 观察 就认为它具有这样的功能 那么 万物就没有什么 不具有这样功能的了 顺着事物所不具有的一面 去观察 就会认为 它不具有这样的功能 那么万物 也没有什么 具有这样的功能了 却不知 不知东与西的方向 对立相反 却又不可以相互缺少 任何事情都存在着另一面的影响 人生好坏 人生好坏 并不是单独 片面的存在 而是相辅 相成的结果 正是因为有坏的现象 才会有好的结果 但是过分的好 带来的 反而是坏的影响 就像人生善良的状态 善良是一个看上去非常美好的东西 我们也应该拿着善良作为自己修身的根本 但是当一个人过分善良的时候 不但对自己的人生无异 反而会因为自己的善良 纵容了这个世界的邪恶 一个人 不管有多么的忠正善良 都要留三分事故 面对世俗 因为你的身上 一旦缺乏了应对世间邪恶的底线 与刚正态度 那么世俗就会吞噬你的善良 慈产在郑国任相国的时候 病得快要死了 他就把大臣游击叫过来 说 我死了之后 你就会掌管郑国 那时 你一定要用残酷的手段 去治理民众 就像火的形状是严酷的 很少有人会被烧伤 而水的形状是柔弱的 有很多人被水淹死 所以你一定要严厉的执行 刑罚 不要让人们因为你的懦弱 而被淹死 慈产死了之后 尤其由于太软弱 不肯用严厉的方式实行刑罚 没过多久 郑国的青少年就拉帮结派地 当起了强盗 还躲藏在山中 成为了郑国的一大祸害 尤其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就率领骑兵和他们交战 打了一天一夜 才勉强打败了那把强盗 尤其后悔地说 我要是早点听从资产的话 也不会有现在这样的结果 蔡根坛之中说 善人以宽 待恶人当言 待庸众之人 以宽言互存 对待善良的人 应该宽容一些 因为他们值得 用善良去对待 而对待恶人 就应该严格一些 因为只有严格 才能惩罚 奸邪的行为 让他的错误 有所收敛 而对待平常之人 则应该宽言互用 恩惟并失 二 不要过分宽容 以德福人的本意 就是用自己的美好德行 使百姓归顺 使民众服从 而不是用残暴苛刻的方法 去对待那些 应该善良对待的人 但是很多人 却把以德福人 误解为 用无底线的宽容 对待生命中 邪恶的视线 这种理解 虽然非常的高大上 但放在生活中 就会完全 和现实所背离 因为这个世界上的邪恶 不是完全用善良 可以解决的 而是需要用 刚强去压制 才能达到目的 所以 在生活中 有这样一种现象 很多执法者身上 都带着一种 刚强之气 甚至看上去 有一种 让人惧怕的危言 善良 宽容 这些美好的词 只适合用在 善良的人身上 而对待那些 没有底线的人 就应该 用更严酷的方式 去惩罚 才能收到成效 在战国时期 姜矣 替魏王出使楚国 到了楚国之后 姜矣对楚王说 我到大王的国境之内 听说贵国有一个习惯 就是 君子不遮掩 别人的美德 不说别人的恶行 真有这样的习惯吗 楚王回答说 有啊 姜矣说 既然如此 白宫造反 作乱之类的事情发生 国家不是很危险吗 如果真是这样 那我说假话 也不会有危险了 可以免罪了 在姜矣 与楚王辩驳的过程中 虽然存在着 偷换概念的事情 但是他阐述的 的确是合理 存在的事实 楚国规定 君子不能遮盖别人美好的品质 不能背后说别人不好的地方 本身是美德 但是 如果一个君子 过于信奉此条例 连别人犯错 也不懂得指出来 那不就是对错误的放纵吗 善良存在的意义 是让这个世界更美好 但是 如果有一天 善良成了放纵丑恶的借口 那么 善良意义 又在哪里呢 今天的分享 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 您的收看 喜欢佛权频道 别忘记 点点订阅 期待 你的留言 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 永远 不会孤单